車緩緩經過 黑衣男子反應很快 把腿往前跑 因為下一秒 一台白車高速衝撞 再看一次車頂上頭 有一個人影 被撞到騰空飛起 換個角度 車頭已經撞到稀巴爛 這名國中生被車頂帶著 彈飛至少兩公尺遠 重摔倒地 聽到巨響以後 然後我們就看那邊 就一個小朋友 這樣飛過去以後 我們就出來嘛 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去幫忙 整隻右腳包上厚厚紗布 黃信國中生躺在病床上 相當虛弱 因為搶匪截車 駕駛驚慌踩下油門 遭車輛暴衝撞上 事發當下 國中生小腿骨折變形 頭部撕裂傷 緊急開刀處理 說話都不會說 真的 就是那種嚇傻 他說他在過八馬線 可是還沒有過八馬線 還在八馬線這一頭 然後那個車子立向 除了他之外 當時還有這一位 騎腳踏車經過的老婦人 鏡頭外 同樣被車輛猛撞 這名60歲 陳姓老婦人 是一名氣功教練 擁有20年保姆資歷 當天看完牙醫要回家 目前頭顱 凹陷昏迷指數3 還在家戶病房觀察 昨天我就聽到 好像是那個小姐踩的油門 想要抱個倩包 沒有 大家都在推卸著 造勢者 他們都在推卸著 即便因為搶劫 女駕駛驚慌 踩下油門 但暴衝撞上 兩名無辜路人 傷者所受的傷害 誰該負責 家屬要個答案 記者楊德成王怡竹 新北市採訪報導 請坐下 臂上 感谢观看